太魯閣事件 花蓮地方不少警銷跟殯葬人員還有志工都投入救災 到現在心裡都產生巨大的創傷陰影 有一個基督教組織邀請了知名的古典音樂家 舉辦了一個感恩音樂會 要向救護團隊致敬 悠揚旋律詳其音符飄蕩在演奏廳台下作者的 都是這一次太魯閣事件中六百多位挺身而出的英雄們 掌聲獻給演奏者也同時獻給在座的每個觀眾 4月2號發生台鐵事故令人心痛 除了參與的救護團隊無私付出 更有殯葬業的遺體收復式不眠不休 無私奉獻其中難免留下巨大創傷 事件發生之後他們是用酒精來麻痹自己 因為睡不著腦袋裡面都是這個 這種影響 讓這些救災救難人員更加清楚說 原來有這麼多基督徒在關心他們 表達對他們的敬意跟感謝 這次藉由舉辦感恩音樂會 感謝救難英雄與志工夥伴 並透過音樂撫慰人心 也讓大家永遠記得這群英雄的無私奉獻 《花蓮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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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花蓮》